朋友们好,今天哈尔滨回暖是那种久违了的那种感觉 因为哈尔滨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额毛大雪 是我们南方朋友永远想象不到的那种阳春三月 居然还会飘向漫天飞舞的雪花 可是今天那种湿润潮湿 而且带有土壤的那种芬芳的气味 扑鼻而来,心情顿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那种兴致盎然 我跟爱人八点左右的时候 刚从单位然后走到楼下小区门口 我一看手机忘带了,落到车上了 然后我就赶紧回去去去 在这个时候呢,怕领导生气嘛 等的时间太久 然后我就一路小跑 然后赶紧把手机拿回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突然感觉到脚下特别轻盈 那种挥洽自如的好像回到了那种年轻时候的感觉 我相信很多七零后的朋友们 应该只有在特别特别的气氛当中 才能找回那种久违的青春的感觉 可能是今天的天气刚刚刚回暖 也可能是很多时候把那种平时心理上那个担子 那个负担放下来 突然感觉是什么 是垫着脚 像那种青春的那种感觉 脚尖着地 然后身体非常挥洒自如 感觉那种感觉太好了 然后就感觉 哎呀 我平时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 为什么平时每天都懒得起床 懒得出门 懒得去单位 懒得去上班 懒得去工作 为什么今天我这个心情 一下子就是那样的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真的以前在30岁左右的时候 突然就感觉每天都非常非常的 有一种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 每天都感觉面对的不是要去工作 不是要去赚钱 而是每天一出门 就像好像在还债一样 我今天出去不是在工作 而是在为这么多年来 好像我欠了很多的债 所以说身上包括奸找 浑身上下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就感觉有一种东西在 智乎着自己 特别累 是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 但是今天 可能是这个天气 还有一种心情的那种释然吧 然后刚刚坐在吃饭的时候 我还跟爱人在说这个话题 我说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感觉 无论是心情 还是整个身心 还是整个身体 突然一下子非常非常的释然 当然没有感 没有说是我要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或者做一个没头没脑的 顾头不顾尾 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感觉到那种非常非常的自我 非常非常的那种放松 感觉好像我又年轻了 那么爱人对我笑了一下 他说你呀 就每天想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不是说像从前很辛苦 很疲于奔命的 要为生活的衣食住行 一日三餐所去奔波 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累 我说是啊 当然我们既不能成为那种 像骆驼一样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包袱 当成一种自我的压力 我们不能把这种压力 当成压死我们最后的那根稻草 这个事情要解决 是必然要解决的 你想的再多 你再钻牛角签 这个事情它依然是要解决 但是我们如果说是很坦然的去面对 我们解决不了 你去钻那个牛角签 你去歇斯底里的 你想去破解它 你也破解不了 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松一点 我们就应该去坦然一点 而不要去为了去解决它 而我们还无能为力 去把我们自己 进入到那 那这样的话 我们干什么事情 它都会很辛苦很累的 当然了 还是有一个前提 我们要尽力而为 而不要做一个是没心没肺 没头没脑 那就可以了 我们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面对 我们为什么不坦然的去接受 生活给予我们的一些压力呢 我们努力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我们有心无力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坦然面对 说这句话的时候 虽然是很自我一种开拓 自我的一种安慰 但是事实它就是这样 千万不要把压力 当成我们的一个负担 负担我们到任何时候都有 人生下来 就是要遭罪的 我们生下来 就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 我们努力 是想要一个结果 当我们 达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要坦然的去面对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 生活态度 我感觉今天真的是给自己 有一个很大的 这么一个释然的一个结果 我希望我们很多朋友 当有困难的时候 出去走一走 或者是轻盈的跑两步 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多么的潇洒自如 但是还是一句话 我们坦然 不要太安然 不要懒惰 尽力而为 不要为自己留下遗憾 也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人生态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